哈喽大家好 虫粉的一太又来了 前几天的娱乐圈有些许的安静 大家好像都安安生生的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这两天连续爆出五个大瓜 也是让一太措手不及 前有书圈顶流出轨 后有男星为资源陪睡男大佬 十分精彩的同时 也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于娱乐圈的下线 这两天娱乐圈又不消停了 瓜是一个接着一个 也一个比一个劲爆 那么 这些瓜都是什么 全都是真的吗 今天一太就带大家来看看这几天 娱乐圈有哪些瓜吧 温馨提示 理性吃瓜 4月16日 有八卦媒体人在个人账号上分享一则娱乐圈书圈男神的瓜 据说这位人浅口碑非常不错的男演员 私下也出轨了 在爆料里 是分了两端介绍这位已婚男演员的事情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圈里的一位粉丝 在跟拍偶像的时候 意外拍到了这位已婚男演员睡女孩 当时粉丝也是鬼迷心窍 学那些私生犯 居然拍到他分别和两个不同的女孩发生了身体关系 而第二件事和第一件事情差不多 算是对这位已婚男临心出轨事情的补充说明了 原来这位男演员不是第一次被爆料出负面八卦 早在走红以前就有媒体说过他出轨 尤其是男演员的老婆也不出来说话 可能私下里两人已经用金钱和解了 分剧以后各玩各的 最后爆料网友又说了一件让自己更难受的事情 这位男性利用自己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和资源 去潜规则女演员 粉丝清楚记得 这位男演员和一位女演员睡觉了以后 第二天两人就一起出现在了某作品的开机现场 两人在合影的时候衣冠楚楚 丝毫看不出有关身体关系 尤其是男方 一脸正气的模样 反差太大 看得出 这位爆料的网友对于自己偶像的他房真的非常难受 居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文字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 对于这位男演员的身份 评论区里已经有了一些猜测的声音 其中大家提到次数最多的名字就是于和伟 对 就是曾经在三国里扮演的刘备的那个演员 还凭借土口水的那张动图出圈了 后面还有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梗出来 50岁的演员于和伟 这些年人气非常高 演过不少大电影和电视剧 凭借硬朗的外形和出色的演技 也算是书圈男神的代表了 公开资料显示 于和伟的老婆是舞蹈演员宋宁静 两人低调结婚将近30年 也算是娱乐圈的代表了 网友猜测于和伟私生活混乱 可能与之前他和王立坤的那段绯闻有关系 关于于和伟出轨王立坤的事件可以追溯到2012年 当时两人同戴情侣貌 并且经常深夜优惠共处一世 于是呼吁和伟出轨王立坤的新闻全往袭来 虽然当时两人及时出面否认了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而止 再加上于和伟这些日子真的有新剧开机了 所以网友猜测于和伟也算正常 不知道于和伟方面会不会回应这事情 就在前两天 于正旗下艺人赵一钦被前女友放出录音 表示他为了北京户口不惜去陪睡大佬 并且这个消息还是他亲口承认的 在此之前 于正刚刚发微博宣传他的新剧招惹 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他十分器重自家的艺人 但宣传的效果还没有起来 前女友直接放出大瓜 让人们的注意力直接就转移 他也一跃登上热搜 本来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事情爆出后 这下也省得公司再去捧了 网上全都是对他的谩骂 同时很多人都十分惊奇 原来潜规则这个事情不仅发生在女明星身上 就算是男明星也有可能 而赵一钦为了北京户口 竟然赔税的是金圈男大佬 可见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底线 随着事情不断的发酵 网友发现这件事情的起因 竟然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赵一钦对于郑表示 自己遭到了前女友的威胁 当时于郑为了维护自家的艺人 他在微博上发长文 各种谩骂 而这个女生当时就遭到了很严重的网报 这件事也就这样平息了下去 没想到时隔四年 这件事情再次被报了出来 这下有录音为证 赵一钦怎么也没办法抵赖 没过多久 他就在网上发长文道歉 但他只是表示这段录音里有不实内容 并且还经过了剪辑 而这段录音除了他之外 还提到了徐凯和宋威龙 当时他们联手对这个女生进行了网报 赵一钦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积攒的人气 这下彻底没有了 而且他的道歉 看上去就觉得十分敷衍 这下于郑也没办法再维护他 最终还不是玩脱了 直接把自己搭了进去 就在大家都沉浸在赵一钦的事件中时 网上一个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大博主爆料 表示娱乐圈男星陪睡男人很正常 这个消息放到网上 算是一个相当炸裂的存在 毕竟女星被潜规则就已经够劲爆了 现在男星也要被男人潜规则 已经到了没有下限的地步 网友们都想知道他所说的男星是谁 这位博主就表示 近期热播的仙侠剧中的一位男星 不仅陪睡男人还出轨 这个消息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 结合着他爆料的信息 能大代锁定这个人应该就是近期播出的 《长月静明》这部剧中的其中一个人 很快网友就把目光锁定在了罗云熙身上 因为他是这部剧的男主 再加上他自身也带有一些争议 但博主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表示这个人是某某不是某某某 意思就是这个瓜的主角是两个字的男星 这下就又把范围缩减了一些 而《长月静明》中只有邓维和余波两人符合这个条件 邓维算是娱乐圈的后起之秀 毕业于中戏 之后他虽然没有大火 但手中的资源还是不错的 很难把他和瓜的主角联系起来 毕竟他给人的印象还算是不错的 但有网友认为 爆料所说的是出轨 而不是劈腿 意思就是 这位男星很可能是已婚状态 那么挑选下来就只剩下余波 但余波的风评一直都很好 并且他也一直都是以硬汉的形象 很难把他和睡男星这样的爆料联系在一起 但这件事在网上发酵得很快 没过多久 博主就把这些帖子删除 并且表示自己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是谁 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也无从得知 近日 有网友发现顶流蔡徐坤 半夜突然关注了位素人美女 虽然很快就又取关了 但依然被手速快的网友截图保存了下来 而在舆论发酵后 蔡徐坤的助理也是及时发生回应 表示是自己手滑了 还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但是蔡徐坤的助理的回应 并没有让大家心中的猜测停止 反而有网友扒出蔡徐坤和他关注的素人美女之间太多的巧合点了 因此大家都在猜测蔡徐坤这个手滑关注的素人美女 是否就是他的地下情恋人呢 娱乐圈中又要多了位新嫂子了 两人不仅是同个地方的老乡 而且还曾有过重IP的时刻 有网友扒出蔡徐坤在路跑男时 该位美女也刚好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在跟剧组还是去探班呢 不仅如此 两人都曾用过Jerry这个迷老鼠的爱称 而女方更是直接用这个当了自己的昵称 因此网友们怀疑两人或许已经四连许久了 当初就是在隔空秀恩爱 两人不仅用着同款爱称 而且蔡徐坤的小狗还曾多次出现在女方的照片中 并且还都是搂着抱着 从他与狗亲密的程度来看 那狗应该对这位美女很熟 所以才不反抗对方的亲密 这似乎也代表着两人的关系并不寻常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哪怕该美女的账号合计才2000多个赞 蔡徐坤方也能手滑刷到她的视频 并且还手滑关注了 不过 针对这些传闻 有蔡徐坤的粉丝发生解释了 并扒出了这位素人美女的身份 她的确和娱乐圈中的明星有着关系 但不是蔡徐坤 而是歌手袁亚维 她是对方的助理及妹妹 因此 当时这位美女出现在跑男录制现场附近 其实是因为当时嘉宾有袁亚维 她是跟着袁亚维去的 那事情的真相 应该也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了 大家吃吃瓜就可以了 近日有网友爆料 女神林青霞的老公行李员 早在多年前就在外面有私生子 而且小三是他公司的一位女员工 长相漂亮 从事培训工作 据说行李员对小三很宠爱 还带着私生子回老家祭祖 不避人耳目 这一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爆料是由一位自称是 知情人士的网友发出的 她说她的同事和同事的老公 都曾在行李员的公司工作过 所以对行李员的婚爱情非常清楚 她还透露了小三的姓名和照片 并称小三是某美妆品牌的培训人员 事实上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爆料行李员有私生子了 早在2016年和2018年 就有台湾媒体报道过林青霞 因为没有生儿子而导致婚变 老公在上海有小三 但是每次林青霞都选择沉默或者辟谣 并表示自己和老公感情很好 大家也想知道 为什么林青霞不离婚呢 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经济问题或者孩子问题 毕竟行李员是一个富豪 在经济上对林青霞很大方 而且两人有两个女儿 可能不想让孩子受到影响 还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感情问题或者面子问题 毕竟林青霞是一个传奇女神 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 她可能不想让自己的婚姻成为别人的笑柄 也可能还对行李员有着深厚的感情 不愿意轻易放弃 不管怎样 林青霞的婚姻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真相 我们作为外人 只能祝福她能够幸福快乐 不被婚姻束缚 活出自己的精彩 关于这几天娱乐圈的瓜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